什么是金智琼呢 他是指外来人到大城市打工 要薪一两万 没有车也没有存款 依旧在租房子 可是生活呢却非常精致 按理说呢只要他省吃俭用 这笔工资应该能存下来不少吧 但实际上他是怎么花这笔钱的呢 能做六座不做四座 能做两座不做六座 能出海不上路 能上天不下海 从头到脚都是高配 即使约入一万五 也要每天来一杯新爸爸 租五千块每月的房子 买最新的手机 囤最新的色号 这人均四百起的网红店 要成为朋友圈打卡第一人 把点赞作为一种精神食粮 享受活在当下的快乐 同样是月入一两万 还有这样一种人的存在 衣服只买基础款 但坚持晕烫后再穿 舍不得去健身房 穿上舒服的鞋子 每天去公园跑两圈 不去精致的餐厅 但也要看各种美食攻略 然后约朋友去打卡 休息日会给自己冲一杯咖啡 看一本好书 过一个悠闲的午后 他们想旅游或者换手机 就去找兼职 兼职未来 但也享受着生活 有人说精致生活 从来没有错 但如果你不具备 这个条件的话 还是最好不要让自己 陷入到精致穷的困境里面了 如果月入一两万的话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呢